這一支就是我平時拍Vlog的鏡頭 而這一支就是今天開箱的主角 全球最輕的600mm F4鏡頭 輕成怎樣呢? 看我單手都舉得起就知道了 新一代的鏡頭重新設計了它的光學系統和機械結構 所以比上一代輕了20% 以往的鏡頭就用了機械式的對焦環 而新鏡就用了一個電子對焦環的設計 除了用電子驅動對焦鏡片之外 你還可以調節手動對焦的速度 透過鏡頭上的手動對焦速度開關 就可以靈活選擇三個手動對焦速度 當然是AF模式都一樣支援全時手動對焦 首先鏡頭會附送一個鏡頭軟袋 就不會像之前一樣跟著一個又大又重的硬和尾箱 這個尺寸你也可以手持相機的 然後跟鏡就會附送一個遮光罩 鏡頭也會跟著一個插入式的濾鏡連架 其實說到這裡我都沒有說話 不如問問我們網站的編輯怎麼看這支鏡 耶!Jobby,來得對 其他現在新的鏡頭大炮一樣 都加入了一個Mod 3的防震模式 我們拍一些左右移動的主體的時候 就不會被防震拖著 追蹤的時候都會順一點 它現在的重心都做得好 即是說那個重量就不會聚在頭上 拿起來就會平衡一點 配合一些X Mark II來用 就算這麼強鏡都看不到有色散現象 畫面的邊緣位都很sharp 放大些體連雀仔的軟毛都很清晰 這支鏡重量減輕了之後 我這麼小顆都可以勉強做到手持拍攝 加上它有五級快門防震的光滑影像穩定器 就算手持都不怕手震 今天簡直顛覆了我對大炮的既定印象 想不到在Handle我可以單手拿到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詳細測試 就記得留意DC Pever的網頁 沉了氣了 蝕了氣了